我爱你 我爱你 你们俩这唱的脸粗 我跟你说 没有 我们准备下班了 走了 下班了 要不要一起去梦想之家 我借你拿个东西咱们一起走 不用了 真正要去跟杜总约会 约会 刚下班就约会 越来越不认真了你是 明天见 没事了 拜拜 喂 郑姐你在哪 你怎么了 我胃好疼 我一直在团 而且我头也很疼 郑姐 我是不是跟爷爷一样生病了 海燕 你怎么样 你现在在哪 在家吗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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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来 胃痛 怎么搞成这样 来 小心点 慢点 来 来 你怎么搞成这样 家里的阿姨呢 正常阿姨今天休息 我也真是会挑时间生病 你要不是没有人能照顾 我也不会麻烦你 别说这样的话 海燕 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去趟医院 要不我让卢主任过来一趟 好不好 我不去医院 我已经吃过药了 只是都吐空了 所以没理解 那我帮你叫点外卖 你刚刚吐过 胃里都是空的 吃一点好不好 我不吃 想到这么油的东西 我就想吐 你不是东西怎么行啊 现在 你身体都 都虚成这样了 郑姐 我想 我想吃你煮的东西 那好 我帮你煮点粥 清淡点也好吸收 你先休息一会儿 来 来 马上就要开始了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堵在路上了 好 你到哪儿了 我在喷泉前面等你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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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来 起来了 来 来 这好了 趁热吃 来 来 来 郑姐 你知道吗 你已经有好久好久 都没有煮东西给我吃过了 来 等你吃完了以后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起来就没事了 来 怎么关机了 海燕 那我就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你怎么现在就要走啊 你再多 多陪我一会会 不行吗 不是 我 你是不是有事情 那这样 那你至少 等我把粥喝完 你再走 郑姐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 留我一个人好吗 我每天在公司 要硬撑着 我要让所有人都怕我 但是其实我回到家 真正害怕的那个人是我 房子里空荡荡的 就我一个人 爷爷也不在了 就我一个人 郑姐 我真的好害怕一个人 好了 海燕 不说那么多了 好吗 我陪你喝完粥 好 来 来 来 喂 喂 如果不是上班时间 咱就不聊公事了 好吧 你忙你的吧 郑姐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你俩不是约会来着吗 他没有来 我打电话给他 他关机了 到他家门口 他家里也没有人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怎么办 你在他们家是吧 你等会儿 我马上过去 别走 好嘞 拜拜 淳珍 我叫你去 你不在你就先回去呀 蹲这儿干嘛 蹲这儿干嘛呀 没有 我 我怕他出什么事 他那么大人了 哪有什么事 再说了 就算有事 你也帮不上忙不知 呗 呗呗呗呗 你说什么呢 你想他有事吗 怎么这么说话 行了 我先回去吧 走 哎呀 我不走 我想跟郑姐说清楚 就像你说的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喜欢我 我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对我很好啊 但有时又对我那么客气 我越想越糊涂 不管他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都要找郑姐跟他问个清楚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珍珍 对不起啊 你 你 你没事吧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呢 怎么也不接我电话呢 我手机关机了 什么时候我关的机 我都不知道 真的对不起啊 珍珍 那你跑去哪里了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 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怕你在路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怕你弄错了约会的地点 我真的很担心你 你知不知道 不是珍珍 不是我真的是要去赴约的 可是我在路上的时候 海嫣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 她说她病了需要我帮忙 我就马上赶过去了 我这一忙就忘了 而且手机还关机了 真的很对不起 所以你就是 忘了是吧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你听我说珍珍 珍珍 珍 你听我说 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如果你心里还有海嫣的话 你不可以再这么招惹高珍珍 好吗 君后 海嫣真的是病了 你现在把火都搞糊涂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喜欢上高珍珍了 不是 怎么可能啊 我 我给你二十四小时 必须把这个事给我解释清楚 你听我说 没得商量 如果这事你解释不清楚的话 她有个三长长短 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 你记着 不是啊 让开车 快走快走 君后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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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要说了 算我求你不要安慰我 我 我刚才 只 只是 只是担心郑杰 郑杰 她一直没有给我回电话 我只是 担心她出什么事情 啊 不行 嗯 可以 等等 固定好 好 好 辛苦了 来来来 珍珍 你来了 等等 你怎么演你是肿的 珍珍 你是跟男朋友吵架了 还是谁欺负你了 没有 我昨晚没有睡好 没关系 一会儿拿这个泡过茶的茶袋 夫妇很快就会消肿的 我去拿 那我去 不用 真的不用 珍珍 我想找你聊一聊 方便吗 好 去哪儿 我们就出去随便走走 好 珍珍 昨天的事情 真的很对不起 倒是我不好 没事 都过去了 不过我想知道 你跟海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海燕生病了 她不是应该打给俊昊的吗 为什么会打给你呢 还有 为什么你为了海燕的事情 就忘了我们之间的约会了呢 珍珍 我昨天本来是要去赴约的 至于我跟海燕的事情 你们三个原本就是同学 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我原本只是默默的喜欢海燕 我知道她根本就看不上我 但是俊昊 鼓励我去跟她表白 最后我还是跟她说了 可是她拒绝了 这也就是我突然辞职 离开海燕的原因 幸好 是在我们开始之前的事 我原本以为我放下海燕了 但她昨天打电话过来 说她病了 我听她的声音很难过 我还是不放心 我必须得去看看她 我还是放不下海燕 对不起珍珍 不用 我明白 如果你是那种 对方不接受你的感情 就要跟别人翻脸的男人 也不值得我爱了 人家都生病了 俊昊又为了爷爷的事情 跟他撕破脸皮 说实在的 他也怪可怜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珍珍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你不好 我希望你理解 因为 伤害你 是我不愿意看到 我明白 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不能勉强 我明白 那 你就是原谅我了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你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嘛 不是吗 珍珍 对不起 你是个很棒的女孩 是我配不上你 别这么说 我真的很高兴 你能对我这么坦白 真的 你就撑去 你 你 你吓死我 你干嘛 不是不是 我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要把握机会 他失恋的时候呢 你就要趁虚而入 懂不懂 哎呀 你去下棋好不好 要不然送我饭去 哎呀 你不是说你没经验吗 我好心告诉你 我的经验前很多 好啦 洪爷爷 我去下棋 好吧 没事吧 那个 郑杰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没关系 分就分了 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在我心里 你们俩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天涯何处无芳草呢 对吗 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你不觉得 其实最爱你那个人 一直在你身边 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过 你和龙总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 我跟他 你说过去是吧 过去就是 两个人一起 从小一起长大 他爸他妈跟我爸我妈 那就不说了是吧 然后呢 现在是工作关系 那 龙总还是喜欢你的吗 怎么可能啊 我跟他现在一见面又吵 水火不相容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觉得 龙总 能不能接受郑杰的感情 啊 算了 对不起 我应该自己去问他 谢谢啊 董事长 李市长请见你 让他进来 早日康复 是郑杰告诉你我生病的事啊 对 郑杰跟我什么都说了 找我有事吗 我问你 你喜欢郑杰吗 我凭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事 对我和郑杰很重要的事情 喜欢又怎么样 不喜欢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爱郑杰 不能跟他在一起 千年以后 不要再利用他和伤害他 只要你不再招惹他 他一定会慢慢的 忘记痛苦的 等过一段时间 郑杰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出来的 高珍珍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现在凭什么坐在这里 对我说这样的话 凭我喜欢郑杰 凭我知道他值得 我为他争取这一切 高珍珍 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做 郑杰就会属于你 你会不会太天真了 无论郑杰会不会爱我 我都会守护着他 现在我只是不希望 你再让他痛苦 你真的觉得郑杰对你好 是因为喜欢你吗 你连爱情跟同情都分不清楚吗 在你今天来这里说话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搞清楚 郑杰对你迷家好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那根本不是爱情 不管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 我都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不会像你这么现实 这么自私 郑杰对我好 我也一定会对他好的 所以今天就算我求你 你不爱他 就放开他 别再折磨他了 让他对你死心吧 至少不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未来我会陪着他 直到他彻底的忘记你 直到他真心的爱上我 你好好休息吧 高震震 杜整洁到底爱谁 不是你说了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小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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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厕所和厨房也没有人啊 那他们会跑哪去呢 我知道了 是不是他们又走了 还带着小震珠一起走了 你想太多了 我刚才去看过 一会儿房间里的东西还在呢 都还在都还在 那你干嘛瞧头 姐姐也是这样 提醒你不要胡思乱想 好都别吵了 冬影还算 应该还没走呢 你妈 你妈你告诉我 你妈 快快来 来帮忙 来帮忙 他们真的没有我 他们才能没有我 是是是 阿姨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爸几个艺术村的朋友 说我们巡远回来 非得跟我们接风 或者上个卫生间 他就变成这样了 净是他那酒肉朋友 当时我们从艺术村 被碾穿的时候 就他那朋友 一个帮忙都没有 你说什么 你小孩子不懂礼貌 你怎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老爸的朋友 阿姨又黑了 你小子 你打老子你 我哪打你了 你不是喝醉 该自己跌倒的 你还顶嘴 老爸是这么说的 我已经想办法 我要改了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赔了一张 赔了一张 赔了一张 好多好多钱 让你的 好运好运 给你买些东西 你还不吃 你给我买的东西 我根本就不能吃 你给我买麻将面 我得芝麻过敏 我长这么大 你连我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不反省吗 我错哪了 那你看你的脸 有没有给老爸好脸色 我看过你 你想来就来想的就走 这么热情 我能管得了你吗 快快 我要跟你说 你这 我都不能这样对我 还以后 我不想看得见老爸 你给我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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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 快快快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来这儿拿课吧 快快 快快 小杰 快快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来这儿拿课本 这么 你也是吗 我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我爸 喝醉了 还是我对他态度不好 所以 你跟你爸吵架了 不是我说 你这爸也太不靠谱了吧 哼 我爸说 艺术村那些朋友帮他接风 当时 我们被他们从艺术村赶出来的时候 就他说那些朋友 一个帮忙的也没有 所以说 他叫的那些净式酒肉朋友 不过 还好我爸没有那种朋友 我爸怎么能跟你爸比 不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就我爸那样 他的朋友 比他嘉一更自 可是我的国动爸爸就跟你爸爸一样 特别温暖 特别可靠 我有的时候 还是很想念他的 喂 你不会是想哭吧 我哪有 要不我们去看星星吧 看星星 嗯 一说人死了以后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说不定 能够看到你的国动爸爸 真的 那我也能看到我的妈妈 还有我外公跟妈妈 走 我带你去 我还要想看星星 吧 你去还很多人 我给你了 你觉得我还是想好 你让你把你了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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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打扫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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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要这样 把自己活成一胎烂泥 你现在就滚 永远都不要再毁了 听见了吗 这是干嘛 这是干嘛 你们干嘛 对你一个人这样看着我 啊 我是高远 我都活得这么大一半天 啊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 啊 我现在老头现在 我跟着我 不想跟着爸爸 我不想爸爸 连你们这些亲生的儿女 都不把我当老爸 啊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能不能夸一夸 我怎么对她的 啊 我答应你们 我会陪在你们身边 我把演出都吹了啦 我还给他们 赔了好多好多钱 但是她怎么对我的呢 啊 好好交换一身爸爸 给她买东西她也不吃 真的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啊 我应该怎么做 我活得真没意思 爱你 给我拿酒 让我喝死算了 高远你够了啊 我看一盆水是不是浇不醒你 那我就把你彻底浇醒 哎 真真真真 你别跟她生气 但喝多了才这么失态的呀 喝多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喝多了我就要原谅她吗 一句喝多了一句生来随性 就可以这么名正言顺的不负责任了吗 宽宽这么小 他这么懂事 他心智成熟的 几乎超越了所有同龄人 你以为宽宽她不想要快乐的童年吗 她愿意吗 还不是犯你所赐啊 就是因为有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她才会过得这么辛苦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 杨桃妈妈在天有灵 她会放心吗 宽宽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你怎么对得起杨桃妈妈 你怎么跟她交代 怎么现在最重要是找到宽宽啊 这么晚了快快去哪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去梦想之家找过她 她根本就不在那儿 梦想之家已经关门了 我也不知道快快她能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我去开门啊 夏叔叔 宽宽在家吗 immune 宽大的关门到现在 没有回首警官 小杰跟我说 客丸那 altura梦想之家 他到梦想之家 家里反 сделал 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这该不会是两个孩子 商量好一起逃跑吧 别胡说 怎么可能 这都几点了 不行 我现在去找他吧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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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惹出来的 看到没有 这两个孩子最好没什么事情 如果有任何差错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李阿姨 你赶紧跟他们一起去找宽宽哥哥吧 我去找宽宽 那小珍珠怎么办 你们怎么办 上回你们偷偷跑掉 还不是我们照顾小珍珠 对呀 你快去吧 好好好 行行行 我去找 我去找 向天 你怎么来了 我们家小街不见了 我刚才去高珍珍家 宽宽也不在家 你说 这两个小孩能跑去哪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哎呀 几点啊 快 屁儿 时间错过了 怎么办啊 我满球都过了 怎么远啊 这么远也不能走回家去啊 都怪我 要不是我拖着你讲那星座故事 怎么可能会误了这辆末班车 哎 要不 我到那边看你们公共用电话 我给郑杰哥打一个电话 让他来接咱们 不行 我们家肯定会被挨骂的 挨骂总比回不去家好啊 好啦 快走 好 哎 哎 哎 怎么了你 好坏了 好痛 别动 手打我肩上 我肩上 我肩上 看哪儿 是这样吗 哎 好痛 没事吧 来来来 你先扶我肩上 来 慢点 来 坐这儿 你还疼吗 有点 还是挺疼的 我看那边有一个小房子 要不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公用电话 嗯 你先去看看吧 说不定就能找到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行吗 你放心吧 你先去过去找找吧 那好 我先去了 有人吗 有人吗 去吧 客官 你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 啊 没说供佣电话了 连一虎人家都没有 那明白 要不然 咱们还是坐首班车吧 也只能这样了 哎 哎 小杰 小杰快醒醒 天亮了 天亮了 车子到了没有 车子 车子应该快到了吧 快快 我一会儿要先去梦想之家拿完书再回去 行 那我一会儿先陪你去梦想之家 我们要不要先接个电话给他们报复平安 他们可能会很担心的 那 咱们去问问那个大哥哥吧 快接过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哥哥 哥哥 我能借一下您的手机打个电话吗 因为我这个朋友的脚摆了 我们又没有赶上末班车 我们在这儿坐了一宿 能不能借一下您的电话 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你在这儿睡了一宿啊 那赶快赶快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静昊 通知晓杰爸爸了吗 通知了 他爸也是着急 他一晚上没睡觉觉 等宽宽回来 非要好好说说他不可 怎么可以带着晓杰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呢 还要晓杰受伤 哎呀 真是急死恩了 哎 晓杰 慢点慢点慢点 晓杰可 快快他们回来了吗 还没有 啊 哎呀 慢点慢点 哎 好点了吗 哎 爸 爸 哎 妈妈 哎 哎 哎 管管你怎么回事啊 别招呼都不打都夜不归宿 你把我们戒死了 晓杰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别打孩子呀 啊 叔叔您别生晓杰的气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跟我爸爸吵架以后 晓杰才拍过去看星星了 您别说晓杰了 是我不好 不 爸 是我不好 是我拿着困困在那里讲情做故事 所以才错过了爸爸的车 是我不好 爸 爸 你知道吗 爸爸的心里边有多紧 爸 如果是真找不到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爸爸就剩你一个了 就剩你一个了 爸 行了 孩子平安回来就行了 是啊 这件事情都怪宽宽 向天大哥 您回去之后千万不要再骂晓杰了好不好 幸好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他脚受伤了 我和俊昊陪他去看医生好不好 不用了 自己的女儿啊 我能照顾 怎么样 还能走吗 我们到前面打车 我上去回家了 我们回家了 好啊 慢点啊 向叔叔您别生气了 姐 小姐以后会不会不来梦想之家了 向叔叔好像很生气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 你们手拉手 去看心心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怎么办呢 你这孩子也是 下回警倒是跟我们说一声啊 会把我们急死了 走 军浩 我们先走了 走 什么 你是说李市长的弟弟高宽宽 是跟向杰一起失踪的 是的 没错 今天我当班 一早就到了咱们梦想之家 结果正好撞见 李市长的弟弟和向杰 一起守牵手回来 说这约好了 昨天晚上去郊区看刑警 结果错过了末班车 他们俩在车站睡了一宿 赶第二天一早 偷班车回来的 这么精彩啊 你做得非常好 以后呢 你就继续监督 基金会的一举一动 一有风吹草动 你就要告诉我 好 这是给你的奖励 之后只要你好好做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您放心 我一定继续 帮您监督基金会的孙度 看得清形势 站得对队伍的人 才是聪明的人 出去吧 好 那我先忙了 喂 张记者吗 我这儿有一条新闻 我觉得你应该会感兴趣 是关于青少年早恋的 你们两个人说吧 我 坤坤 是老爸不对 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 对不起 坤坤说呀 你没有错吗 说啊 对不起 对不起谁啊 连个称呼都没有 算是道歉吗 郑郑 他知道错就好了 没事了 什么没事啊 他这个样子知道自己错了吗 这么小就不懂事 长大了怎么办 说话 知道自己哪错了 快点说 爸 对不起 姐对不起 我应该死死跑出去 把你们担心了 坤坤 知道自己错了就好 姐姐我也不想逼你 本来我是希望你们父子俩可以自己去和解的 可以找到相处的方式 但是你们呢 一个是永远长不大的爸爸 一个是脾气倔得像鱼一样的儿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 一个家才多大呀 难道就不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吗 坤坤 爸爸是有缺点 但你已经长大了 要学会包容和原谅别人 他再怎么不靠谱 也是我们的爸爸呀 人生下来 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 就算再不喜欢 爸爸也不能换啊 坤坤你说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种爸爸当作反面教材 啊 至少我们就知道了 不能成为像他这么不靠谱的人 你说我说的对吗 坤坤 姐姐 人子怎么这么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第一 你必须要戒酒 第二 去梦想之家当导师 从现在开始 做一个让孩子们感到骄傲的爸爸 如果你以后还是做不到的话 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永远不要再回来 知道了吗 好 我答应你们 想想 多多 还有小珍珠 高远叔叔 就从今天起 开始戒酒 如果下次再被你们抓到 我就认罚 你们 他耳朵 给我们当马脊 和冷水伺候 好好好 我都答应 坤坤 老爸这样的态度 可以了吧 姐我先去洗澡了 我去洗澡了 小珍珠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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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